为什么呀 因为员工一犯错误 先抄十遍弟子规 员工不敢不抄啊 抄完了还送到我这儿 怎么样 觉悟了吗 弟子规都拿反了 你还摁 吓得 不摁的就又抄十遍 我们就考虑 我们作为领导跟下级 作为家长跟孩子 我们多少时间 是炫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下 来跟孩子相处 我们只有把孩子 全部的感受和生活 变成我们的感受和生活 他才会把父母的感受和生活 变成他的生活和感受 你把孩子的感受和生活 变成你的感受和生活 这是因 孩子把爸爸妈妈的感受和生活 变成他的感受和生活 这是果 阴光大师说 这就和屋檐下掉下来的水 后滴一定跟着前滴走 所以我们就转变 恒顺众生这四个字不容易 他吃肉你就得恒顺 那个王庭燕 王师兄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老活上身边的护法 儿子和先生要吃龙虾 龙虾是活的 吃刺身 那个龙虾的须还在动 他是学佛的 恒顺众生呗 他不能让人家不高兴啊 一家三口人就去吃龙虾了 他一边吃龙虾 他不吃啊 那小姐在处理那龙虾 拿着龙虾的肉 蘸那个芥末 给他的先生和儿子 他在旁边念往生咒 难吗 南无阿弥陀佛耶 这小姐一看 这一家三口 两个吃一个不吃 而且这小姐不学佛呀 她就问那孩子 她说你妈嘴里念的是什么东西啊 他先生说超度呢 安静 超度呢 安静 那是吃饭吗 那不是就和三世信念一样吗 你在桌上立个牌位 往生堂上祝圣灵 你说他儿子和他先生对学佛的怎么看呢 在这种对立的情绪下 王廷燕师兄在管他儿子 他儿子听得进去吗 听不进去 是吧 所以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这样 最后跟孩子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难沟通 因为孩子的感受 你不知道 那么我原来是这样 家里有小孩 十岁 四年纪 爸 给我买个电视片吧 动画片 小熊威你新出了一集 儿子 那个贪嗔痴的东西 别老看了 有那时间背背弟子归吧 爸 我都能背下来了 我也不能老弟子归呀 你不是说吗 弟子归背完了就可以看电视啊 行 看吧 咱们说好了啊 八点半以后就该背弟子归了 到了八点半 不舍得关 跟在电视机前面 还转来转去 爸 再看一分钟 再看一分钟 我弟子归我都会的 你放心 一会儿背两遍 我看完这一张 我再去背弟子归 这原来是这么处理啊 我就坐在书房 我就生气啊 差不多了吧 啊 这点时间 老搞贪嗔痴痴慢 好东西就一点不学吗 你看那个小熊 看那个威尼 看那个美国的动画片 那是堕地狱的儿子 爸爸要救你啊 你怎么 你怎么不让救你这孩子 能去西方 肯定去不了 英国大使说 这么早 这么点皮毛事情 都放在心上 你都过不了 管 那你说什么意思 就不管了 不是不管 不仅不仅不仅不能管 而且要横顺众生 跟他一起做一件事情 是啊 把孩子的生活和感受 变成家长的真实的感受和生活 孩子就会把你家长的感受 和你家长的佛菩萨的生活 变成他的生活 你要想让别人接受你 你先得接受别人 那我后来怎么办 那我就跟儿子一起看吧 我56了 儿子10岁 4年级 一个花白的头发 老眼昏花 一个4年级的学生 我们俩一块看 小兄威尼 光看行吗 看你还得把他记下来 有一次 举一个例子 小兄威尼当中有一集 有个兔子 叫瑞比 瑞比特别勤劳 种胡萝卜 种羊白菜 他今天的任务 今天完成 他完成任务以后 他就在他的日历格上 画一个叉子 今天的事完成了 小兄威尼这动画片里 有个小猪 小猪就来到了 小兔子的家里 瑞比家里 一看家里没人 就没坐到弟子柜 为什么呢 人家家里没人的时候 能随便动东西吗 不能随便动 这个小猪呢 也是好心 他一看啊 这个月的日历牌 就差三十号 没画叉了 他说那得了 那我就帮着 这个兔子做个好事吧 我把叉子给他画上 那天是二十九号 等这个兔子 从外边一回来 一看 呦 怎么着 今天是三十号啊 哎呦 三十号还有六件事 没干呢 他就急了 因为这时候小猪走了 他给人画完叉 他走了 家里也没别人 这个小兔子就认为 这是自己画的呀 哦呦 他这六件事最后办的 把人猫头鹰的鸟窝 也给弄翻了 把人跳跳虎 这个尾巴 也给人撅舌了 把人家这个小熊威妮的密封罐 也给砸了 这一圈下 得罪了这六个人 你 这儿子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 毛毛躁躁吗 对吧 你征求别人的意见了吗 就给别人画这个 当然小猪是好心 想帮助人 我说儿子不对 你想帮助就帮助啊 那你是为谁啊 弟子龟上说 用人物虚名求 你到人家 你要高声地问人 家里有人没人 人家里没人的时候 你就不能到人家里去 我说弟子龟一点都没错 小猪就是没落实弟子龟 光跟着看动画片 没学弟子龟 你看看 这个是闹的 对吧 我说这是美国作家 他没有把弟子龟讲进去 但是我们今天看小猪 小猪犯这个错误 就是自私自利 就是没把小 就是不尊重小兔子 擅自做主 到人家家去 动人家东西 不征求别人的意见 你看我儿子 自私吧 他还认为小猪是好心的 纠正他 等我再带他去别的小朋友家 再动别人东西的时候 我就不拿弟子龟说了 我就用小猪啊 我儿子你记得那个吧 那是你最喜欢看的电视剧 对了 因为什么 他对那个印象很深 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那是他的最爱 你用小猪来跟他说事 比用弟子龟说事管用 那是他的生活 他能找到真实的感受 那问题就是 我们家长 能不能把我们的身价放下来 真正地跟孩子在一起 和光同臣 现在孩子都要玩游戏机 iPad iPad里边有一个节目 叫Angry Bird 大家都知道吧 你看我一说大家都笑 我玩的比我儿子玩的好 为什么 用功啊 你看 他老说 爸 第三关第二十集 你过了吗 我说过了 你得到金蛋了吗 我得到了 在哪儿金蛋 那不行 那不能随便告诉你 你得听话才能告诉你这金蛋 爸 我真的听话 你告诉我那金蛋 那金蛋怎么得的 你是不是拿那个鸟 砸了这个砖头 然后那玻璃下来 最后那金蛋就出来了 是不是那个花篮底下埋着金蛋 诸位同秀 你要变成他最喜欢的人 你要变成他最佩服的人 你要变成他最爱的人 他才会听你的 哎呦 他心里就是佩服 而且那个Angry Bird都是英文的 咱们拿着英文字典 给它都翻译出来了 是吧 还有Zombie Coffee 大家知道这个游戏吗 Zombie Coffee 僵尸 Zombie Coffee 全是西餐的菜 什么炸薯条了 炸鱼条了 那他中国孩子不懂啊 他不懂 他就不知道 这个菜叫什么名字 什么Lady Finger 女人的手指吧 是吧 他不懂啊 我也不懂啊 那我就踏踏实实 给他当服务员啊 我就拿着英文字典 我就给他查呀 这个游戏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当什么奖 因为他身边有小同学 那小同学都知道 这菜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他特别没面子 他老是跟人比划 就那盘菜 咱们把这个英文 给你查出来 而且教会你这个菜 英文怎么发音 他特别感谢我 他觉得他在同学面前 特别有面子 各位同学 你再说他 他就听你 因为什么 他知道你对他好 他知道你真爱他 他知道你真想帮他 他在游戏上帮我 在动画片上帮我 难道这件事情 我作业没完成 他帮我就错了吗 他前面九件事 都是对我好 难道只有这一件事 对我不好吗 所以我儿子 特别听我的话 我让他玩游戏机 他就玩 我不让他玩 他就不玩 特别奇怪 我让他玩的时候 我跟他一起玩 我儿子下盘骑吧 保护保护眼睛 老玩这个不行啊 眼睛 特别高兴 他就问我 那我眼睛不好 是不是你特伤心 我不能让我的爸爸伤心 你看 有良心啊 对吧 你 你对他有良心 他就对你有良心啊 你帮他 他就帮你啊 在上学 在学校老师 他要有问题 最不敢见的 就是我 最不敢见的 可是最不批评他 一句都不说他的 就是我 有良心啊 他知道他爸对他好啊 成天跟着他屁股后面 当服务员啊 当奴隶啊 你要玩相奇 我就摆盘 你要玩iPad 我就给你充电 你要看小兄妹你 我就给你弄 我就把DVD给你打开 让他生欢喜心 这是你劝孩子的第一步 能不能把他接引到圣道上来 你首先得有圣心 你得有圣人的心 你才能跟他身上演出菩萨的道 所以我举这几个例子 我做得还很不好 只是告诉大家 我们跟孩子在一起 所谓恒顺众生 不是挂在嘴皮子上 所谓铜光合尘 也不是挂在嘴皮上 那我怎么就做不到 恒顺孩子呢 我怎么就做不到 跟孩子和光同尘 因为你有自己 你说是不是 你不愿意吗 你不愿意拿你的时间陪孩子 你觉得那是孩子的东西 游戏机啊 什么动画片啊 是吧 那就完了 你要把他的事情 当他的事情 他就把你的事情 当成你的事情 所以我们回到十面法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提起警觉 放弃 按照镜空老和尚的话说 从心理上 放弃跟一切人事物的对立 这个咱们耳熟能详 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 不知道苦口婆心 劝我们有多少次 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从心理上 放弃跟一切人事物的对立 因为什么呢 你有对立 你就去不了西方 有对立 你的心就不清静 心静则我土静 所以我们真正要想 去西方人是什么态度 就是要把自己放下 就是在楚人代誓 节目当中 没有我们不能相处的人 没有我们不能在一起做的事情 学佛去西方 什么状态啊 没脾气 过节过春节 你像我们这做买卖的 都得请领导吃饭 请朋友吃饭 请客户吃饭 一个老领导 爱喝茅台酒 我这学佛五年了 祭酒五年 吃醋五年 那么这个老领导从岗位上下来了 在我这个事业发展过程当中 对我很支持 特别喜欢喝茅台 每年春节前 我都要请他吃顿饭 给他买一瓶好茅台 爱喝酒啊 性情中人呢 喝完酒就高兴啊 结果去年春节请他喝酒 正是他下来的第一年 你想这人从岗位上下来了 心情总是百感交集啊 小林 你那光盘我都看了 你爱员工落实弟子柜不错 你爱不爱你大哥啊 我说我爱啊 爱没别的 倒上酒陪大哥喝一杯 我说大哥 你不是这个酒 这挺贵的 五十年的茅台 而且是红酒的杯子 起码有三两 我喝没问题啊 我说我这都记了快五年了 您这让我喝 你看 你们学佛的人 就是不尽人情 大哥对你十几年的交情 你都不管不顾 你们学佛的人没有良心 我听这个干了 再往上就到释迦摩尼佛那儿了 我说大哥 您甭说 你说怎么着吧 不是就喝酒吗 对啊 你这杯酒喝下去 哥哥我就退休跟你学佛 我说这哥你说的 我说的 你光盘准备好了吗 我说准备好了 车后边就有 喝了它 我说大哥 咱就您不学佛 就您对我这么大的恩情 咱也得把这杯酒喝下去 这一仰博就把这三两个茅台就给喝了 五年不喝酒了 不愿意喝呀 老和尚说 为众生做错了都是对的 这位同修别鼓掌 后边还一句 为自己做对了都是错的 你说这个 你是戒酒 你是为谁戒 为自己 为自己就错了 你说你为他 你破了这个戒 喝了这个酒 对的 因为你没有自己 那印光大师说 躺平时时得我此身心 全属幻望 求以我之实体实性了不可的 既无有我 既然没有胡晓琳 何有阴静 静就是茅台 阴人就是这个退休的大哥 而生烦恼之事 谁来喝酒啊 喝而不喝 无喝而喝 我就这个意思 不喝酒是讲的 不要贪杯 不要因为这个酒 在引起自己的贪爱 酒那是什么好坏啊 假的 你把这假的当真了 它就是假的 你把这假的当假的 它就是真的 这是我来之前 老分上对我的开始 说愣言经上 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你把假的当成真的 这个假的就是假的 你把这假的当成假的 这个假的就是真的 你把这酒当真了 真有这个酒 那这个酒就是假的 你把这酒当成假的 你通过这个酒 你就见性了 因为什么 没有引起你的贪嗔痴 清静心 见性了 秤性了 电视机 荧光屏上演电视节目 如果你把这电视节目 当成真的 它就是假的 为什么呢 它是被荧光屏演出来的 你把这电视剧当成真的 你就看不到 荧光屏的作用 你看 你把这假的当成了真的 它就真变成假的 电视剧是假的 如果你把这个电视剧 荧光屏这个节目 看成假的 它是被别人演出来的 你就见到荧光屏了 你就见到真的了 大家明白这意思吗 这老和尚给我讲 愣眼睛啊 你说这不是就这个意思吗 你说咱们学数学的 圆周上有圆点 有半径 还有圆周上的点 你把圆周这个点 当成真的 它就是假的 为什么 圆周上的点 是靠半径和圆心画出来的 你忘掉了圆心 忘掉了半径 你只看到了这个点 它就是假的 你把圆周上这个点 这个假的 看成假的 你就见成真的了 为什么 它是被圆周上 被半径跟圆点画出来的 你就见到这个圆心 你就见到这个半径 这就是见心 你把假的看成真的 它就是假的 你把假的看成假的 它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从早晨一睁眼 一直到晚上睡觉 没有事情的时候 就一句佛号 心里默念 嘴上小声念 吃金刚驰 得点机会就念 上厕所呀 吃饭呀 刷牙呀 开车呀 是吧 到学校接孩子呀 是吧 然后这个 等等吧 大家就忙里偷闲 这个贤怎么来的 偷出来的 一定要有这种警觉性 再也不能在这搞六道轮回了 我守土多 大地土多 我如果不念这十念法 我肯定就像那大地土一样 定夺三土无遗 二六十中 一句佛号不定间断 认认真真地拿耳朵 听这句佛号 那么欲敬逢源 即俗入纠缠之时 时时刻刻想着这几个原则 第一 五蕴皆空 第二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第三 我念佛之人 欲生西方 这点小勾小坎 我都过不来 我的心都不清静 那我不是白学着净土宗了吗 对吧 第四 鼓励自己 出则勉励希望 刚开始的时候 要努力吸掉这个妄想 久则无望可得 那就是大光明藏啊 久则无望可得呀 短众生凡夫的夜时心 为如来妙藏 前途一片光明啊 但是确确实实很艰苦 确确实实要花束一份努力 为什么呢 难能 才可贵呀 对吧 真难 但是结果真殊胜 去西方 所以我这次来到马来西亚 一定用这两段时间 向大家汇报 学习 印光大师的识念法的体会 以及呢 在日常识活中 欲敬逢源 对质习习的一些粗浅的体会 肯定讲的有不对的地方 而且呢 自己是初学 也是墨学 这个面对这么多 这个法师啊 蔡理徐老师啊 自己还差得很远很远 那么这个并不妨碍 我把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真实的体会供养大家 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说 世界人口的1%的平方根 8000 如果世界上有8000人行善 这个地球就没有末日 那么今天 在座的诸位 我看不止8000 至心一处 无事不败 地球可就已 我们自己 按照老和尚的开示 佛在人亡经常说 我们自己处在哪一法 正法 相法 末法 不用问别人 问我们自己 有讲经说法的 还有修行正果的是正法 讲经说法的是 静空老和尚 如果我们每一位同修 都在修行 并且能正得去西方 这就是您老人家 自己的正法 所以啊 正法久住 不用从别人嘴里讨说法 要像《记者规》上说的 物自暴 物自弃 圣与贤 可寻知 今天就想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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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